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德国9月事业人数意外下降1.0万 并且德国8月实际零售销售数据优于市场预期 这些帮助缓解了人们对制造业的衰退 正在损害欧洲最大经济集中以消费为导向的增长周期的优虑 然而德国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率出值从前值1.4%下降至1.2% 并且德国的领先经济机构还下调德国的经济增长预期 德国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速预期分别从0.8%和1.8%下调至0.5%至1.1% 经济机构对增长预期的下调叠加德国政府自身的产出预测 反映出人们日益担心依赖出口的制造业部门衰退导致的德国经济放缓 可能会阻碍整个欧元区经济增长 纽约对美元跌0.50%报0.6262盘中触及2015年以来的最弱水平0.6249 西西兰9月ANZ商业信息指数下跌至11年半的最低水平-53.5 增强了纽储航降息的前景 英镑对美元升0.02%报1.2286 英国政府据悉已经完成新的脱欧协议提案的法律文本 最早将会在周四递交给欧盟 报道出来后英镑小幅攀升 不过根据电信报最新的消息 英国首相约翰逊将在24小时内向欧盟提供最后的脱欧协议细节 并且他已经要求欧盟排除延长里斯本条约第50条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货币队9月涨跌幅第三季度的涨跌幅表 美国股市在9月最后的一个交易日 美国三大股指收涨 标普500指数中科技板领快领涨1.1% 整个9月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累计上涨0.5% 标普500指数累计上涨1.7%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则累计上涨1.9% 昨日也是今年第三季度的收尾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季度录得下跌0.1% 标普500指数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则季度涨幅超过1% 均为连续第三季度上涨 大宗商品市场9月30日 WTI原油价格跌3.32% 报每桶54.21美元 9月累计下跌1.9% 第三季度下跌7.5% 布兰特原油价格跌4.05% 报每桶59.33美元 9月累计上涨0.6% 第三季度下跌8.7% 沙特阿美公司首席执行官表示 原油产量已经于9月20日恢复至14日袭击事件之前的水平 当被问及日均产量是否为990万桶时 他称产量恢复到了目标甚至略高的水平 欧元在经济增长担忧中刷限28个月低位 沙特阿美恢复产能令油价跌超3% 如果仔细观察原油价格 该商品从8月开始获得上升的通道支撑 此外 油价还突破了54.55和55.41之间的水平障碍 这使商品转向近期支撑位 该支撑位也在50.41和52.08之间 日收盘价低于54.55将进一步增强这一论点 现货黄金收跌1.62% 报每盎司1472.34美元 9月累计下跌3.7% 第三季度上涨3.4%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